哇,这么多塑胶垃圾,放你家你愿意吗? 绿色和平今天发布针对全球塑胶废弃物交易数据分析 发现2018年全球塑胶废弃物出口量虽较2016年下降近50% 但塑胶生产仍然呈现增加趋势 而与你我息息相关的台湾塑胶废弃物进口量 2017年中每月平均1万吨 到了2018年中反而飙升到每月约5万吨 直到2018年底才大幅下滑至每月约2万吨 绿色和平推断应该与2018年10月修法 限制塑胶废弃物进口有关 绿色和平东亚分析全球21个塑胶废弃物出口地的进出口数据 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出口量位居前四 中国2017年实施禁费令 禁止24种固定废弃物进口之后 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成为三大塑胶废弃物进口地 直到2018年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分别订定限制条款 全球塑胶废弃物才再次转向 目前印度和土耳其是主要进口地 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严宁说 造成这场塑胶危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 大量制造用过就丢的习惯 应该从源头减速减少塑胶生产 才有可能降低塑胶对环境的影响 横宝署废管处长赖音音说 去年10月修正发布 属产业用料需求之事业废弃物 仅限合法工厂可以进口废塑胶 并规范废塑胶线单一材质单一形态 原本的进口量从5万吨下降至2万吨 可是为什么还是比2017年增加约一倍呢? 赖音音说可能是国内纺织业将PET回收塑料瓶 做成纺织品的技术成熟 因此这两年从国外进口较多费宝特评作为原料 进口量才会增加 怎么被你点不开 好招励哦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限时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METMac ! 청 我 đ